现在呢我们回到我们这 刚才呢给大家简单的 看了你这个图片了嘛 然后现在要注意一个地方就在于 记得 是一个字节 一个地址 这是绝对是对的 一个字节一个地址 那接着这一个怎么样 后面把每一个地址打印出来呢 我们会在就业办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每个地址都会打印出来的 而不是你想的东西 你这个印度只有一个地址 印度有四个地址 差有一个地址 w有多少个地址 八个地址 一个是有一个地址的 不是我们想的一种就感觉 感觉是好像只有一个地址 而我们用户用的是什么 守地址 好现在有这个基础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概念 这边需要注意 你这一个概念只是一个了解性的 关键在于你就算不会这一个 也不会影响到你下面这些 好我们看一眼 首先一个关于内存 内存刚才收到一个分为两个 一个是 外存一个是内存码 然后我们这个图呢 这个是我们内存 这就是我们的外存码 好类似了每一个 所以这一个叫做 那么这个呢 让吗 好一个这个 好下面往下走 另外一个上面 我们内存是沟通CPU和硬盘支援桥梁 因为这边我们还没写好 这边应该还有个CPU 然后当你你看着 当你运行程序的时候 我把这个硬盘 在等内存 当你运算的时候 是不是你要用 要是用谁 CPU了吗 CPU寄存器运算完了之后 是把这结果返回来 所以最终你要发现这一个 内存就是硬盘和这个什么呢 CPU之间一个桥梁 所以这一个 好我们往下走 关于一个物理内存和一个什么存储地址一个空间 我们的物理内存呢 指的是你内存条 内存条这个不是我们学的 我们学的是那种这种 你怎么编号怎么寻指 这种就是我们学我们所谓所说内存 这种软件上内存 而软件上内存呢 就指了一个 大家能看啊 就指了这一个 关于一个编码一个寻指 我不再介绍了 刚才是说过了 那接着大家看到这里 所谓内存地址在这边说到一个 我们可以把内存当做一个很大的宿主啊 也可以 他是当做一个很大宿主 如果这个不够偷像的话 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来一个他们之间来一个是什么呢 房间号是不是 好接着另外一个 编码就根据你每一个字节分配一个32位或62 64位一个编号 所以房间为什么地址要不就32位 要不就64位 他和你这个什么呢 除了和你操作系统和你的编辑也有关系的啊 和你编辑也有关系的啊 我等会再来测试啊 而这个所谓内存编号就是我们所谓内存地址 稍微过一下 下面说到一个 首先一个差的会降一个地址 印它降4个其他的降4个其他的降其他了 然后接着还得需要注意 有些人之前有个人问我老师能不能把这个地址的范围给我打印一下 首先和你说不同的编辑不一样 这个东西没什么好弄的 不同的编辑这个地址范围是不一样的 他设定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啊 所以我们关键是在于怎么来用这个指针嘛 好 接着还有一个关于指针和指针变量区别 内存中呢 他每个字节都有个编号 这个就叫做地址嘛 就像那房间号就叫地址 然后呢 我们所谓所说指针指的 就是这个地址 就是指针就地址 地址就指针 什么是指针变量啊 是保存你这个地址的一个变量啊 你需要保存它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变量来的 就是说我要存放这地址一个变量 那接着你要发现 实际上我们所说指针和指针变量压根就不是一码式的 但实际上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呢 统一叫指针了 但实际上指针和指针变量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来的嘛 我们习惯把它叫做一个什么呢 习惯把它叫做一个指针了 好 OK OK